經濟部長郭志輝一直請假IP 請問院長怎麼看 也沒有一直啦 郭部長確實是在 大概兩三個禮拜前吧 就跟我說過 他在九月底 會有一個重要的行程 那個時候立法院的議程 雖然沒有訂定完成 但是我也認為應該是在會期當中 但我跟他討論過 他去的這個行程的 內容相關的重要性之後 我是同意他去的 這兩天我們也看到 部長在日本有比較重要的行程拜訪 那麼我也認為他回來之後 一定會讓我了解 他整個行程當中 為經濟部也好 為行政院 為國家 能夠帶來更多的對日合作關係 以及民間的產業的合作 下個禮拜開始 我們還是遵照以前的 跟各位部位首長的要求 除非總統召見 或重要的國際會議 或是重要的外國的行程 一律都應該親自出席立法院的院會 人生在在閃上 那一天 那一天 坐在家 有很多人 我來看